液态水能像面包一样被切割,你能想象吗? 将一滴水滴在塑料板的表面,用刀片朝着其中间切割,可以发现水珠竟然真的被一分为二切了开来。 究其原理就是因为刀片以及塑料板的表面依据荷叶效应,喷涂了一层超输水纳米材料,使得固体表面被赋予了荷叶的排水性能。 那么这种效应的物理本质是什么呢? 科学家发现,荷叶之所以不沾水,就是因为水与荷叶不润湿,所谓润湿就是液体在固体表面的沾附程度。 完全沾附时,液滴完全摊开在固体的表面上,而完全不润湿则是指液体在固体表面上一点也不沾附,呈一点接触。 因此在科学的意义上,用液滴与固体表面之间的接触角θ来表示, 完全润湿时和完全不润湿的接触角度分别是0和180度,一般接触角大于90度时就可称为不润湿。 水滴在荷叶上的接触角为161度,而且滚动角为2度,因此荷叶的这种性质又被称为超输水性。 也正是这种性能使得荷叶能够将自身表面的灰尘杂质在下雨的时候被自动清除。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荷叶的这一特性呢? 德国的两位科学家在1997年利用扫描电镜观察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时,发现有许多乳突结构。 乳突的平均直径为5到9微米。 这些微米结构的乳突上以及乳突之间的表面上又分布着毛毛状的结构蜡质晶体,直径约为124纳米。 纳米蜡质晶体是输水的,再加上微纳二级粗糙结构,提高了表面与水接触时空气所占的分数, 大大的降低了水与荷叶表面的实际接触面积,从而构成了荷叶表面的超输水性能。 至于为什么能够将荷叶上的各种杂质粒子带走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因为水滴与荷叶之间的粘合性很差,水滴几乎成球状,在很小的清洁角时就开始滚动。 由于杂质粒子与荷叶表面之间粘附力小,因此很容易与水滴表面粘附在一起,从而被清洗掉。 超输水涂料就是在此基础上研发生产的。 对应固体涂膜与水的接触角大于150度时, 具有荷叶的排水性能,也就产生了之前所看到的水被切割的实验效果。